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华地段几乎奉送 利润再由财团转走 北市府跟人民分到什么呢 而马政府执政7年现在要宣传台湾更幸福 到底是财团幸福还是人民幸福呢 相关议题我们一一探讨 首先介绍来宾是民进党前台北市议员许家清 大午安 国民党立委江慧珍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金兰 大家好 还有网络观察家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看远雄大剧但争议不断 今天市长柯文哲痛批 昨天的地震让这个园区内的古迹裂缝更大 就是因为远雄太贪心 执意扩大商业空间 才让巨蛋和古迹的距离太近 造成损害 而且现在还不能停工 害怕捷运板南线也可能崩塌 来看VCR 比最低工资1.2倍 来保障 劳工在诉讼期间的一个基本的生活费用 柯文哲上任后台北市府拍板定案 劳工诉讼补助确定加码 解决了劳工问题 但真正让柯文哲头痛的还是远雄大巨蛋 做一个外科医师 本来就很少会犹豫的 但是大巨蛋的确让我非常的头痛 昨天地震以后 那个古迹是四个裂缝更大的 周一一天五连震 让大巨蛋园区古迹再度受损 柯文哲直接把矛头指向眼周 我也很明白讲 就是贪心 就是一定要挤更多的商业面积进来 然后整个 那个古迹的距离又变很小 冒人停工也有很大问题 不仅伤害古迹 我更怕的是南港线被影响到 因为那个底没有做起来的时候 有时候还是会发生叫崩塌 拆还是不拆 成了市府最棘手问题 因为大巨蛋地基已经下挖20公尺 冒人停工连捷运都可能受到影响 另外针对远雄质疑 市府安检报告不公平 柯文哲力挺市府到底 他一直在媒体上混淆 就说我们找那个竹中公物店 是在我们九个委员里面 竹中公物店才占一个 所以我也不认为说 我们的安检报告就什么 太偏颇了 其实当年在大巨蛋送神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是台湾第一个 你知道吗 所以当时的法规 根本就没有针对巨蛋 设计的这种一种法规 日本美国都有 所以有时候用普世的标准来 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远雄声称他们的安检是用内政部 营建署的检验标准被柯文哲打脸 这场远雄和市府的大巨蛋战争 双方持续隔空交货 好我们看到 柯P今天又丢出震撼蛋了 我想请教这家亲姐 当然就说 因为他刚才提到 捷运板南线也有可能崩塌 但因为现在就说 因为是夏娃40公尺的关系 加上地震 那因为旁边的古迹是裂缝变大了 那他今天又谈到就说 旁边的南港线也可能崩塌 这听起来很吓人 他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数据 就说比如说这捷运 底下的比如说安全币 是不是有出现什么样的异状 他才来讲这话 不然说实在这非常严重 当然因为他这一个大巨蛋的设计 本身就是下层式的 所以下层式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往下挖 那跟旁边的这个 宗孝东路上的捷运线 刚好是平行的两个 那其实大巨蛋打从一开始 我们就已经一再的提醒 郝龙斌当时他在审核 这个变更案的时候说 古迹因为他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大巨蛋过于这个靠近的话 将来一旦施工 这个量体这么大 一定多多少少会影响了古迹 果不其然啊 在这个施工当中 不要说天灾地震影响 就单单他自己施工本身 就造成了这个古迹的裂缝 一再的发生 而且他那个烟囱有坍塌的鬼险 那这个就是在于说 他当时就是为了想要把这个 大巨蛋从那个萨卡汤 宗孝东路跟这个所谓的光复南路 三角窗的地方 把他挤到旁边去 然后控出这一块来盖他的商业大楼 Shopping Mall 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结果 那郝龙斌当时有真的认真在思考吗 还是他从头到尾都站在远熊的利益 让远熊可以一再的扩大他的商业量体 这是第一个危险 第二个就是说 至于捷运现在有没有可能会造成所谓 停工以后的坍塌危险 我觉得这部分科匹可能要去找捷运局相关的专家 好好的再来研讨一番 不是用猜测的啦 毕竟你看这个 赵成熊他又不是吃素的 在这看守所已经待了这么多个月了 他更加有能量 去思考要怎么来应对这个问题 那以过去他现在一直紧咬住说 我现在通过的安检 这个绝对是横格的 因为你当时的内政部营建署 有给我审查过啊 但大家不要忘记 当时的审查标准叫做夜市文标准 夜市文标准就是没有标准 只要送钱就过的 那在台湾到今天为止 也还没有一个相关的法规 那你如果按照美规也可以 你按照日规也可以 可是总之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合乎 我们这个台湾现在的状态 不管他是量体 或者是周边的交通设施等等的相关状态 来做一个标准评比 如果你要以美国的量体 我老实告诉大家 远熊根本就不及格 因为你周边根本就空地不足啊 所以你要跟人家比什么 那以日规来说 日规到现在为止 好不容易我们有请到了 日本的两位专家 其中一位只是足弓的 过去他是六颗巨蛋的 所谓安检陶生相关设计的一个建筑师 那既然他有这样的专业能力 那你当时第一时间 邵成熊本来最想要签约的对象也是足弓啊 后来为什么会开火 只是因为利益谈不拢吗 并不是他们专业有问题吗 所以我觉得今天远熊是在自打脸 但他自打脸的原因在于说 他还是不想放弃他的利益 但是这个利益在前面的时候 我们今天要去讨论的问题是说 请问一下 如果这颗巨蛋将来真的开始营运了 请问一下以远熊 有这个人寿保险的状态来说 那我们请远熊的人寿保险 自己先来评估一下 他要投保多少的意外逃生险 每个人给这个4万人嘛 对不对 4万人的巨蛋 我们每个人可以投保 1千万好不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投保金额 请这个所谓的远熊人寿来算算看 这样总算合理的吧 远熊不能只是自己在那边空口说白话 说这个市政府说的这不算数 市政府不够客观分次 可是远熊人寿自己来评估 可能大家外界是不会相信了 但是没关系 因为这个东西一算出来 他们不是打远熊建设的脸 就是打远熊人寿的脸 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寿集团 在这个地方 大家都投保过意外嫌 是我想请教委员 就是说现在安全标准 可能这双方各指以此 远熊认为他有个内政部的这个标准 但外界可能认为 事实上这个国内 其实并没有这个标准 因为大巨蛋只有国外有嘛 美国日本等有 所以说我们市民应该按照国外的安全标准 那再来就说 今天柯P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捷运 有可能崩塌 到底他的这个依据是来由是什么 还是说他只是用此来借此跟远熊 作为一个协调的一个空间 但是可能不要吓到人民会比较好 对我也赞成这个柯市长 一定要拿出数据 要不然你起码要拿出照片 让有一个图像 让大家能够相信 我们知道呢 这个不要说在台北市有多少捷运站 在板桥呢 也有好多个捷运站的出口出入口 我都记得呢每一次呢 不要说到下面去办活动 那是不可能的事之外 你连在捷运上面的广场也好 步道也好 你想要做什么事呢 都是不可能的 他们的要求非常的严格 配合度也要非常的高才可以 你光光要配合一个工程 在那上面 你可能光光在做评鉴的评估的过程当中 不是半年 大概就要差不多花两年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尤其是台北市的捷运工程 要不是这次台中的捷运发生事故的话 老实讲 它的一个工程的品质的话 是有国际的标准跟水准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柯市长也应该 对捷运公司的工程应该要有信心 尤其可以说全台北市的地底下 这么绵密的一个捷运的网路 几乎都是空心的 所以它的工程的部分 这种安全性 我觉得应该要特别的去说清楚 如果说这样子来吓坏民众的话 包括我们每天几十万人 上百万人在捷运里边 在山洞里边 地底洞里边 这样进出的话 是很容易造成不安跟恐慌的 另外第二个我要讲的是 我也曾经说过 在远熊 因为他们这种建筑的方式 是同时向下开挖 同时向上承载的一个状况下 所以它发生的重量 是随时都不断的在加深加重 所以旁边的松岩的谷迹 在昨天的地震发生之后 会加大它的裂缝 这是一定会看到的 所以当初我也主张 一定要先停工 你松岩这边一定要做全面的一个 谷迹的维护的处置之后 你才能够让它继续向下开挖 继续向上去处置 去堆叠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工程的部分 可能市政府这边 还要在更多的一个考虑 如果是以安全为考虑的情况下 如果还想保有松岩 谷迹这样的一个长久的 在我们大家的一个记忆当中的话 这个部分应该要更小心 我曾经听过李鸿源 过去我们内政部理部长 大家都知道他是水利专家 他就曾经讲过 过去不管是纳利风灾 或者是其他的风灾当中 这个雨量如果发生在中南部 都这么可怕 如果是发生在台北市的话 那个载重水库 包括石门水库 包括很多水库 其实那个在迅间造成了一个 大白盆地的一个淹水的一个 重大的灾害是不得了的 那我们来仔细来看一下 我查了一下台北市 新北市也是一样 你观光这个19年以上的 这个房子老旧的房子 占了9.7% 有11万 1万1006户 你看50年以上的房子 也有一万多户 也占了8.9% 最多的30年到50年的房子 占了高居67% 将近68% 总户数大概在8万多户 8万多户 也就是说 在经过了昨天的这样一个地震之后 其实你与其在讲说 你地下捷运的一个困难 因为你刚好上面是巨弹 那其实这个部分 我倒觉得说 这个捷运的 巨弹下的捷运板栏线 我还是认为对他有信心 除非能够拿出图像 能够拿出一定的数据出来 那这个部分 如果有危险的情况下 我们希望都能够做断然的处置 既然现在世大运 已经有认为 所谓替代的一个场馆了 那大巨弹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 也不敢了 反正法律的上 法律上面也好 政治上面也好 都让他慢慢的走 慢慢的走 办体育算是还好 但就是说安全的问题 是不能打折扣 因为昨天才发生地震 那有时候台湾又会发生 很重暴雨的情形 所以大巨弹安全问题 绝对是全民所关注 当然这个部分 早上科市长也提到 就是说 板南线 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崩塌呢 那么远雄在这边 也马上召开记者会 我们要透过连线 来看远雄如何回应 好 您看一看 我们就算是 725分 年小于这个 是符合这个8分钟的规则 那我们在45414人 满载的情况 各位知道说 前几天这个 这个职棒开幕赛 最多的人数是16810人 那我们是用满载的人数来看的话 我们也达到 15分钟里面的一个标准 好 我们看下来这样 那我们 因为前几天这个 副市长有提到一个数字 51分54秒 这个是因为我们在 市府开会的时候 因为安景小组 有问我们说 如果有部分楼梯 不能使用 那这个 它的时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当初 我们那个时候为了要 这个检验到底是 怎样的一个进行 我们那个时候用动态的 XDOS的一个软底 我们关闭三个楼梯 所以各位看到 我们在动画里面 这几个地方都没有人进入 这个避难的情 时间是51分54秒 这个副市长在讲的就是这个时间 好 我们玩一下 那第二个议题 我们讲到XDOS 为前去模拟的一个情急避难模式 因为是这个安检小组有提到说 我们是一个上部的一个情境 在做这个模拟 那其实我们用的是一个 XDOS的这个软底 那我们在都省的时候也用过一次 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 擅长的一个模拟 那情境是不一样的 那个擅长情境 它是擅长的时候走到捷印 走到巴士站 那个情况 看到就是远雄方面呢 招派记者会回应外界 有关安全疑虑方面的回答 但我想请教 这个金兰姐 当然远雄他们也提出 就是说他们用什么样的软体 去跑这样的一个 可能安全避难的模式 那只说这个安全标准 目前是应该要照谁的 远雄说他们是内政部的 那么科并他觉得是应该 按照每日的国际标准 看起来刚刚那个记者会 好像在回应的还是16号那天 就是上个礼拜整个在 发展过程当中 双方各说各话 他还没有进入到我们今天 像昨天看到的这个地震 这个状况 那这个地震 其实真的让大家都 非常非常的害怕 那今天的这个战场 看起来 科市长又开了一个 这个新的战场 比如说南港线这件事情 我觉得均无戏眼 南港线这件事情 是非常严重的指控 那这个指控就是 如果大巨蛋这样子的开挖 这样子的一个量体的扩大 会造成南港线今天这样子的危害 那这个指控真的需要有一个 真实的一个数据 或是相关的一个 确实让大家看到的 而不是嘴皮子 刷嘴皮子 那我认为这件事情 是必须要整个摊在阳光下来看 那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它不是一个政治口水的政治议题 那也不能拿来做成 跟远雄说在这里面谈判的一个筹码 不能这样子来看待 因为它恐吓的 或是它今天在威吓威吓的是台北市民 可能还有台湾社会 那在这里面必须要有审慎的一个处理 我们的南港线 从1999年到现在已经有16年 那这个过程当中 即便有纳利风灾 有水灌进去 可是整体来说 它的结构跟相关的一个安全性 应该是让大家觉得说 非常可以信任的 但是今天 科市长这样子质疑说 这个远雄这样子的一个开挖 那会造成这个 我们看到的阪南线 或南港线在这里面 有很大的影响 那这个部分 一个新的指控 新的一个发展 一个情势 我们姑且不要看16号 那个各说各话 因为科市长已经说了 我同意你拿第三案跟第四案 大家可以协商 那那个部分 你拿什么样的案子 大家再来慢慢谈 我觉得那个已经让它有一个 可能性的发展的一个渠道去走了 可是今天这个状况 是新的一个局面 跟新的指控的新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这个开挖的安全性 真的会影响到捷运吗 那在这里面 它的说法是说 如果它原先只是一颗小蛋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它今天的指控是它贪心 你去看它质疑的是贪心 也就是这个地下室开挖这么大片 然后上面长了五六栋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才会来影响 这个捷运板南线 那这中间的关联性 那在讲究科学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告诉大家 这个关联性在哪里 如果是小小的这颗巨蛋 只有这一个蛋 没有旁边的 那那个可能性 影响性是小的 但是有这么大的一个量体的时候 那么大的载重的时候 那会压迫到这个板南线 那这里面的数据 必须要一个面向 一个面向给大家看 那这个东西的证据在哪里 而不是今天大家看到 就是说科市长 常常乱讲话这件事情 一而再而三 让大家却有印象 他常常讲一句话 台湾的改变要从首都开始 恐怕也必须要用嘴巴开始 用证据来说明 是的确 大家所关注的就是说 当然科幣也说了 这个远雄太贪心 所以商场才会盖成这样 那当然在整个的 这个协调的过程当中 双方就说要怎么样去 比如说去协调 或者去各退一步 那再来就说 我们希望那个就是说 或台北市府 或者柯文哲 他希望这个商场部分能拆 那到底能不能拆 我想先请教学恒 那如果说他现在的设计是黏在一起的情况之下 到底能不能拆远雄愿意去变更设计吗 我觉得随着时间持续的推移 这个跟远雄之间的讨价还价 其实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了 因为第一个你从远雄的角度来看 如果这个合约很有可能有问题 将来你甚至没有把握 搞不好拆弹还地的话 你怎么会不停的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 不停的在盖 因为这个未来的风险还蛮大的 而且可以确认以一个商人的角度而言 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不能确定 你其实要跟台北市政府协商的是 是不是先停工 我们来得到一个进一步的结论之后 我再继续盖 这个比较符合常理 结果你现在看到了 这边不符合常理 还没完 但台北市政府的这一边 也有部分不符合常理的一个事情是 如果你今天认为这个事情 还有办法继续往下协商的话 我们先不管当你把所有事情 先到一个安全跟道德的高度之后 还有没有可能协商 这我先不管 假设台北市政府要继续协商的话 那你应该要现在就请他停工 为什么 因为就像刚刚讲的 有一个问题 有一派说法 是要降低量 是要减少同时间 会在这一个园区 溶流的人数的时候 那很简单 除了大巨蛋 大概你把里面椅子拆掉 或是不要放 可以减少之外 你外面的这些商场 这些办公大楼 这些五星级饭店 你要让他溶流人数减少 你部分建筑物 要么闲置 要么要拆掉 而拆掉会不会影响到 本身组建物的结构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别忘了如果你原先是一个两层楼高的大楼 结果你把中间拆掉一半 只剩一半 不是减一半的问题 是你另外一边的支撑 你的连续臂 你的钢筋 通通都要重新评估的时候 那将来就算他盖好了 现在感觉他一直很努力的拼命赶工 他盖好你就要拆 可能还对整个安全有威胁 因为你不是减少了这个部分就OK了 甚至再来 那假设你让他盖好 你说很抱歉了 里面有一半要闲置 这还有维护的问题 请问你有没有想过一个 钢筋混泥土的大楼 如果你里面有一大部分变成一个闲置 像是公园一样 有没有安全上的问题 有没有治安上的问题 因为远雄很简单 变成蚊子管之后 那万一有人进去会出问题的 我这样讲啊 如果有很多游民住进去呢 那远雄说对不起啊 这个是台北市政府啊 跟我讲说这一块我不能住人 所以我也不负维护之责 那假设我去那边占地为王呢 谁要负责台北市政府或是远雄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我们先不要延伸到那么远 而是想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之后 你就觉得双方好像很努力在达成一个协议 但是怎么会都一直在往前走 那走到最后 因为你越晚拆越晚停工 越晚进行下一步的决定 对双方的损伤都大 那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现在身为一个市民 我看不太懂双方为什么 一边说错一边往前走 对远雄现在一直在赶工 那就很奇怪了 如果说你要拆 那现在就不要盖了 或说你现在有办法去变更设计吗 来委员你要补充 照理说我刚刚要补充的是啊 因为板南县它这个工程 基本上是我们台北市捷运公司的工程 那这个今天大巨蛋或者临近的这些商场啊 某啊这些的建造呢 也都是你台北市政府自己发的建造 那依照我的经验来讲的话 照理说如果说啊 在所有的评估 我刚刚讲过这评估都不是只有半年一年 可能评估呢都是两年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那你这个自己的发的建造 你现在才跟我讲说 哎呀这个现在大巨蛋在干的 可能会危及到板南县 不对不对 本来所有的规划设计 只要在临近几百公尺 增率上千公尺的所有的建物啊 都是以捷运为最高标准 才能够安全性也好 甚至于呢 它的这个政府在地底下 你看已经这么深 如果会达到怎么样的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微薄的力量啊都不行 你就可以知道说 它是一个非常审慎的一个工程啊 捷运的工程啊 那你在旁边的部分 也不是说你在旁边 你离我多远呢 我就我不管你 不对不对 他是非常严谨的 所以说你这个 你这个建造呢 是你今天台北市政府自己发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两者之间啊 我觉得这个如果说 呃科市长要今天呃这么样子 呃这个讲出大家怎么恐惧不安的话 说围急到板南线的话啊 那我觉得不要再多讲了啊远雄全部拆掉啊 那这个让保住我们这个捷运能够呃这个这个这个在如时如期的每天呢啊发车让大家能够上班方便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如果照这样看起来说实在现在大巨蛋 你完全没办法去停止嘛 他还是按照合约在走远雄也积极在赶工 所以说你要拆也不可能远雄也不可能说不盖 他还是继续盖下去 也就是说不管外界不论的纷扰多少 这个工程还是持续的在往前嘛 那当然我们就说这个北市府呢到底跟这些财团到底能够讨回多少的好处啦 我们来看到除了大巨蛋之外 那么今天他还要跟日生生集团要重启谈判 是由副市长邓家基来出马 那么日生生董事长林荣贤呢也会亲自领军 双方展开闭门协商 那民进党议员是之一 美和市跟交9万呢市府就损失了超过263亿 呼吁应该解约同时由日生生得标的南港机长连开案 并向前任的马好市长来追讨损失 当然我们目前看到整个一个情况 这个北市府呢是开了好几个这个战场 一起要跟这个财团要开杠 那只是说我们现在看起来 那么马政府现在呢又要去宣传所谓的这个执政七年 到底人民是不是有幸福 那这样看起来好像感觉这几年好像财团比较幸福 人民幸福在哪里呢 那当然今天的报纸又提到 这财政部长就说不要一句五感就把这个政府踩在脚底 不要忘了这个米酒降价来政绩 这是我们财政部长张胜和提到 我想请教这个嘉欣姐 如果说我们这几年的这个施政 感觉上都是财团赚走了 土地成本零 利润都财团赚走了 请问人民的幸福感何来 那么现在执政七年了 财长他还好意思说 这个米酒还能拿出来卖吗 难不成每天人民喝的是米酒 然后米酒喝完就可以饱了就可以醉了 这个我觉得做了七年 掌有国家这么大的一个机器 然后到最后能拿来说嘴的只有米酒 从降价多少到多少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其实是在自己打脸 那我是觉得说反正张胜和这个队员 常来常常出错啦 我们也不用太太在意 但重点是说马总统从2012年连任之后 他就要求这个主计处的时处长 好好的去规划所谓的幸福指数 然后弄了两三年 现在拿出来要说嘴 好像试图要为自己这几年来呢 这个633达不到 爱台十二大建设这个只有看到前头进去 没有看到产出的结果 想要自己擦脂抹粉 但重点是人民的感受嘛 人民的观感嘛 最简单的一句话 22K谁创造的 你嘴巴讲哦我创造青年就业啦 我让青年有创新的空间啦 可是青年现在 连就业的这个就业率都没有办法 好好的有一个合理的薪资水准 还要倒退到16年前 那你还好意思拿来说嘴 再来你说这个人民的幸福在哪里 如果他在这个台北市 不要说台北市啦 在整个北台湾能够有一个可以 安居乐业的地方 那大家也就心服口服了 现在问题是 连安居乐业都不可得 为什么大家不敢生孩子 为什么大家不敢去结婚 很简单嘛 我薪水所得很少 然后我的房地产这么的高 这几年下来是谁造成的 马总统一路从台北市长到总统 这16年来他贡献良多啊 真的贡献良多 那我必须要讲哈 马总统唯一让大家感觉到 有一点点小小的宽慰是说 因为他每天在出trouble 然后让人民呢觉得有一个奋斗的目标 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挨过 这395天 还要到520 下一个520才要结束 那再一则呢 总统的智商跟总统的决断能力是这样 大家就宽慰了一下 连很多阿公阿嬷都说 哎呀我如果做总统我比总统更厉害 言下之意就说 自己好像都比总统能力好的时候 是这样的宽慰吗 那张胜和讲米酒是我觉得很荒谬的事情 全世界最感到幸福的国家叫做布丹 布丹的国民生产的毛额呢 是比例非常之低的 那这个国家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他人民需求很低 那他的经济发展 人口也少 经济发展也很低 但台湾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形态的国家 我们的总统要我们回到每天就喝喝米酒 然后叫钱化家常啦 什么都不要管啦 经济也不要拼啦 那请问一下633的支票是谁开的 法总统我不求多 只求你 赶快剩下的任期呢 不要再惹事生非了 633如果达不到 下台一举功跟大家对不起 我觉得大家也许还会原谅你 那就不要再搞这些人民什么幸福指数 硬是要人民吞下去说 哎呀真的很幸福 难道因为这样子 国民党的选举就比较好选吗 江委员 来江委员我想起教 如果是以张盛和他的这种 就讲这个话的心态 或说马政府等等好了 说实在的 不管是总统或说部长 都是领人民的薪水 照理说你领一份薪水 你去外头的民间公司工作 不是应该做好事情是最基本的吗 再来你如果能够帮公司赚钱的话 哎那到时候公司不是分红啦 或年终的时候多发一点 我们再来感谢这一年来 员工的这个辛劳 但现在看起来不是哦 现在看起来好像整个这个政府 是采非常低的标准 我有做事 哎做好人民不要忘记哦 至少米酒还有降价的政绩哦 感觉上这个标准 真的太低了 米酒的事情呢 事实上呢 在前一波的选举 总统选举的时候 事实上已经谈了很多了 那我也要这个 劝劝我们张部长 这个也不是你手上的政绩 你也不必拿来说嘴了 那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要审慎而来看的是说 在这段期间当中 第一个到底我们的失业率有没有真的往下走 有没有真的下降 那年轻人的就业率真的有没有提高 那我觉得呢比较整个社会的发展氛围上来讲 过去呢 比如在我求学的那段时间 我们台湾呢是比较重视的是产业的发展 各种产业的发展 那当时呢 环保的议题也没有那么的去被注重 所以大家都拼命不断的拼经济的结果 大家都技术本位 那基本上我们包括呢 做土木的 做银件的 我们做水电的 包括我们做各行各业的 老实讲你只要有做 你就有赚 那基本上呢 可以说维持的当时台湾社会一个非常大的荣景 尤其是我们的加工出口区 就是以产业为导向 也不管我们到底去污染的哪里 或者我们的这个劳工的工作条件有多差 像最近的RCA的事情 我们就知道缠送了这么多年 你就可以知道说 当时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台湾社会就是要赚钱 台湾社会就是要拼经济 然后台湾社会的每一个人呢 就是从我们技职教育 当时这样出来 可是呢 曾几何时台湾社会变成什么 是一个以服务业为导向的 70%以上的就业人口呢 几乎都在服务业上面 尤其是年轻一辈的 最容易入门的就是去服务业 那在技术上面来讲 所以我想 如果这样讲说这22K 是教育部当时 其实它是一个善意 希望说哎呀 我跟你大学合作 那小孩这个学生的 如果有去攻读的话呢 这个希望的产业之间啊 能够最少22K 感觉落差 但是我在讲说 事实上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要讲这个数字线 我们应该把各行各业分开来讲 现在最重要的是 把整个薪资水准 拉低下来是服务业 而是指了服务业的 比较中下阶的 这个就业人口 如果中上阶的就业人口 事实上它的薪资也很高 那你更不用讲到说 你今天如果是属于技术本位的 是技术型的 你光光就是一个 所谓的我们一个翻译的口译 或者是我们一个工作来讲 就像我们记者媒体来讲 或许记者媒体 可能刚刚入门的时候 五六万可跑不掉吧 可是你看我们现在记者 你看现在大概就两三万 三四万开始 很可怜啦 真的很可怜 为什么 因为整个环境不一样 整个环境不一样 整个给薪的方式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在立法院的 这个劳动部当中 我们的修法 我们的所有立法都只能够朝向 所以怎么样把工作的环境 让它安全 那你的权利能够受到保障 但是实时上能够薪资给予的 那就要看说 比如说过去电视台 总共就有三台 那每一个记者都是 都是最top的 而且都是最想望的 就像说以前的电视 我都爱记得 不过这个就是薪水的问题 可能跟整个产业发展 整个裁判其实是有相当的关联 整个产业是不是有网上up 这关系到就是 你整个的产业发展 政府是不是有做好这个规划 让你整个台湾的产业能够升级 比如说这么多年了 我们的产业升级应该是到 比如说到日本的水准 到美国的水准 但现在感觉好像 还是以代工居多 当然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情形呢 让国民党现在的总统候选人 还是难产一直出不来呢 那么国民党的声势 到底要如何 让这些包括王金平 或说这个洪秀柱 或说朱立伦等等 愿意出来选 他们是不是有确战 巨战的情形呢 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国民党总统初选 昨天开始领表 立法院长王金平 副总统吴敦毅 是否参选 备受关注 前内政部长李鸿源 提出建议 吴敦毅和王金平 两人专长不同 可以先协调 谁赠谁负 来打2016选战 来看VCR 国民党领表 联署作业 已经展开 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动向 备受关注 要与不要总 不会拖那么久 因为5月16号 领表怎么来得及去联署 市长你鸿源一直在拱说 吴副总统跟您搭配 你觉得这是有可能吗 没有听说 要不要参选 王金平话没有说死 只透露会在下个月16号 也就是领表跟联署 截止日前做出决定 进入初选时刻 党内没有忽视副总统吴敦毅 甚至立狗吴王培 前内专部长李鸿源就说 吴敦毅行政历练很强 王金平协调力很强 调和鼎奈功夫很厉害 谁振谁负 应该有两个人去谈 只希望赶快决定人选 副总统今天 没有讲话 没有讲话并不代表他 到时候他不会出来 都难说 所以每个人 他们自己各种排列组合 都有他们不同的考量 认为说这容易胜选 所以我觉得 这个无口后非 大家都这样讲 事实上到最后 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呢 我还是觉得 要经过初选的平台 好 这2016总统大选 还传出 王金平影响组梦幻组合 王朱佩配上 格魁宋楚瑜 甚至找了前云林县长 张荣卫探寻宋楚瑜 那么今天宋楚瑜谈成 确实有跟张荣卫见面 但没有谈到格魁的事 来看VCR 张荣卫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但是呢 他跟我确实见过面 也有一段时间 但是并没有谈到 跟国民党合作的问题 会考虑跟王金平搭档 去什么 我到目前为止 对于这一类的事情 严格来讲起来 到底王院长 是不是会来参选 都还不知道 我不必要答复这样的问题 我现在要看看 国民党跟民进党 提出的证件 我们再做决定 如果两党的人选 都让农没有办法放心的话 你会考虑再亲自出马吗 在目前来说 现在还稍微言之过早 我们应该还给予他们一点期待 好 我们看到目前国民党 似乎是洪秀珠一人独唱 我想请教金兰姐好了 这个看起来洪秀珠独唱 但对其他的这个朱无王 这情何以堪 他们是确战还是巨战 那现在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宋楚瑜 宋楚瑜对国民党 似乎还有点期待 问题是大家觉得 他还能相信国民党吗 恐怕那个经验 双方在这个过去的合作的 这个经验上都不太好 今天比较有意思的是 这个报纸他说 2016是克文哲的责任 那个责任是要他选总统 那这个报纸 其实一直也有在批判克文哲 但这个时候又把他说得很好 他在这里面讲到 他的观点是两岸关系 在两岸关系上面 他们是挺柯文哲的 那这么多复杂的一个状况就是 我也认为国民党现在这一局 其实是非常难选的 你是自在参加 还是自在胜选 自在参加是一种 洪秀柱在这里过程当中 可能也是自在参加 一般看他大概自在参加 所以他可以大胆地提 说马上要做和平协议 他在这个两岸的议题上 他也直接抛出来说 要做和平协议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至于其他的人 今天有一个周刊讲说因为新北市 朱立伦新北市这个大本音不能放 这个放了以后 连本都没有 可能三书就对了 是是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各有盘算 在这个盘算当中看起来 国民党在这个戏如果在这个唱下去 主持人 朱立伦新北市 从1月当党主席 要不要选到现在已经4月中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都为这个问题 一直在绕一直在绕 要选不选不选 要选要选不选 一直还在那边打转转 那他说 所以他那天被激出来了 那我不选 我不选可以了吧 那这个话讲出来 大家在这里面看起来 还是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还是有点不甘心 刚我问委员 委员说他觉得 还没有死心了 还没有死心 对对对 那是对朱立伦有强烈期待的人 觉得这是一句戏话 我还私底下问他 我说那是不是朱立伦真的不选 他说他还觉得还没有把话讲死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问题 可是这个戏码这样子一直在绕 一直在绕 观众朋友这样听我们讲 讲了三个月 至少朱立伦选不选 是三个月的事 他说还要看到5月16 还有一个月 四个月能不能定案 都还不晓得 但是他说现在又把它拖到 5月16 那大家觉得会不会烦啊 觉得没有别的事 要选不选不选要选 然后我们今天看到地震天摇地动 他就是讲说你明天保不住了 你还在想说要选不选 不选要选还在那边搞这么多 那我要问的是 刚刚讲了自在参加 还是自在胜选 还是自在要给台湾一个机会 给台湾一个可能的发展 现在看起来不是 现在看起来好像都是在那算计 那我的下一步我不能三输 那我的2016怎么办 我的2020怎么办 都是个人的个别的政治前途 那王军平说那我没有立法院长 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与其这样我不如来拼一拼 那吴敦毅恐怕也是 那我副总统下来也没有了 那是不是 大概大家的想法 现在看到政局里面的想法盘算 大概都是这样 那大家要问的是 我这样子天摇地动 昨天的惊恐真的是非常惊恐 连晚上那个7点多的时候在吃饭 你也是这样子惊恐的 那这样子忐忑不安的状况下 大家想你们这些未来未去 都为这些自己个别的打算 那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 你还问我 还问我 这些政治人物你还问我说 台湾很幸福 台湾人民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已经带给你7年的幸福 你不觉得你被二次伤害吗 我明明这么辛苦 这么生活在这种痛苦的情况下 再上位者还说 我这个7年下你台湾已经很幸福 我把它带到幸福 你应该自足 那你们觉得很奇怪吗 就是说这些人政治人物 只看到自己的个人前途 没有人在看国家前途 我想请教学恒 那么尤其你看国民党现在 红袖柱至少他有guts啊 对不对 一个女生好了 那其他男生呢 显然都在算计自己的前途 没有人在管国家前途 那王津平好了 大家也在问他 那你要拖到哪时候啊 对不对 他也是给一个模拟两可的答案啊 那民众对于这种戏 根本没有耐心啦 我想现在本来就很多女性 比男性有能力啦 那我想这个国民党只是显示 他没有赶上这个潮流 就是最先出来选的人 可能不是党最后会支持的人选 可是我觉得啊 应该这么讲 以王金平这么一个擅长 这个说禅宗公案啊 已经都讲到了上一一国 我想大家就应该要认知清楚了 王金平是真的心动了 连这种话都讲出来就表示 他已经退无可退了 就跟朱伊伦被逼到角落的时候 我不选了 可以了啦 上一一国应该是他吧 柯文德 那还有更没有 至少王金平要显示出一点魄力出来吧 对不对 是但是他的意思说 虽然我不是读医学系 但是老纳救人之心 不输医生啊 他已经讲到这个程度了 我觉得他应该就会出来选 可是问题是后面的所有的 不管是利益交换 或者是党要给予什么样的资源 或者是谁要来抬教 整个竞选总部未来 要以什么样的方向走 我差一可能都还没有定 所以现在不停的摆出态势的意思是 哎麾下的地址呢 要赶快把整个事情搞定 那朱立伦反正我把人情卖给你 但是朱立伦要给予我什么回报 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来的时候 上一一国啊 但是这个下一一人 那所以不管怎么样 其实他现在人和的问题还要解决 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心已经动了 而且已经讲到这个面上了 他不可能不出来选 可是问题是有多少人支持他 有多少力量支持他 他这次选举要达成的任务是什么 显然大家还没有讨论清楚 来我请教委员 这个你现在要怎么看 就是说你可能对朱立伦还有期待 虽然他说不选了 但是你觉得他不是一个正式的声明 那再来就是说 那王近平如果要选的话 对于国民党来讲 会不会有个所谓的分裂的情况 国民党的所谓的本土派 跟这个外省派这边 是不是可能会造成一些分裂的影响 如果要讲本省派 跟这个所谓的本土派 是不是外省派 这个好像在国民党内部当中 如果以这个从政的比例来讲 已经看不出来了 那要讲的话也是本土派比这个所谓 外省的人是更多量 这个比例更高 所以这个应该也不是一个议题 我现在讲 我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分析 曾经有几个委员 他就当着我的面对跟我讲说 你们就不要一只拱朱立伦要出来选举 你看朱立伦也还年轻 对不对 那你要叫他辞掉市长 你看看这个 那我们现在北部怎么办呢 你们现在在总共六都就剩下这个地方 那这个部分反正嘛 这个让王院长选一次 王院长再怎么选 再怎么当 选上也只当这么一届嘛 你就可以想见的就是说 到底呢 你看嘛 从一月份到现在 各种议题 你看到现在不止 那个在一月份的时候 谁有提出来说要辞市长的事情 没有啊 好那最近更好玩了 所以有三大弊案 那时候还说可以带职参选的可能性 对嘛 对嘛 所以朱长可能会讲说 我就是会把它做好 要把它做满嘛 万一有个闪失的话 我市长我就会把它做好做满嘛 对不对 所以这过程当中根本没有所谓 要不要辞市长的事情 就法理上来讲 就各种惯例上来讲 没有这个问题嘛 你只有说你所谓的大乘 大姓跟小诺之间 你对于新北市民的一个承诺 跟你对于整个国家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承诺 到底这中间啊 你要作为一个真而不亮的一个 君子人呢 还是居于小杰的一个一个一个 这个这个政治人物 那就看你朱立伦的选择嘛 可是现在的问题在说 最近我刚才在跟这个 这个金兰讲 他刚才提醒我 我说对呀 今天我要出来的时候 还有这个媒体在偷偷的问我说 朱立伦是不是真有女色的问题啊 哇那这不得了 他说已经都传开了 我的天啊 从一月份到现在 你看各个局都出来 各个剧本都在出来 你知道吗 所以我在想说那以王津平如果要选的话 难道他不是代表国民党吗 如果要代表国民党的话 那你整个国民党的党务系统 党务系统这一块 也没看到你积极的想要争取 这个你过去在 马在当日主席的时候 可能因为马王政争的关系 你都不去参加五人会议嘛 那所有的你也都不参加了 那你现在呢 现在就慢慢有回温嘛 连总统府总统请客上个礼拜前 上上礼拜请客 可是那个做戏常常在做戏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可是他有一阵子连做戏都不想做 你知道吗 对对对 有后来不想做了啦 对 在之前还是做戏 对所以我说最近大家慢慢的 在问着要做戏的情况下 那也拜托嘛 你到底怎么样 我们这些老实讲 我们这些是要陪着你们总统候选 你去上战场的人呢 我们都搞不清楚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更就不能够看到说 我们的焦虑是什么 因为我们认为说 我也不能够焦虑了 为什么 因为你所有的候选都不要忘记 决定不是在你政党的手上 也不是在少数人手上 是所有全民的手上 你应该要让 怎么样让民众能够稳定 安心 能够对你有信赖 进一步呢 才能够去扩大到说 你对政党你的选择嘛 因为现在老实讲很多人也会讲说 尤其是以朱立伦 他的个人的一个成分来讲的话 不管以族群来讲 不管以这个行政的历练来讲 那以王来讲也是一样啊 他也是 这个五湖四海全部都有交配啊 但是这个算在选举当中 比如他就讲 有人就这样讲 就跟我提说 这个朱立伦呢 他的民调呢 全部都是这个蓝的支持者 所以呢 他比这王多 那王的成分里头呢 虽然国民党的支持他的不多 可是呢都是一些其他 他可以集结所有的族群 所有的党派 那我心里就在想 那选举的时候不是都会各自归队吗 那这样的情况下 那你越是劝我 越让我觉得说 那你连国民党你都不想努力的去把它整合过来 那怎么样选举我就搞不清楚了 不过说实在现在看起来就说 整个国民党内好像闷着头在搞自己的这个党内出选 但说实在的 其实外面的观感如何 说真的要提醒国民党 而且报纸也提出啦 国民党现在看起来是扭捏作态 还在这个宫廷大戏 说实在民众如果看了之后 心里想这个票还要再投给你吗 我想嘉欣姐在回应之前 先休息会马上回来 好国民党到底谁来选2016总统 现在看起来似乎是各自在角力 但我想请教嘉欣姐 当这个外界媒体都不断的在提醒 国民党这个所谓的扭捏作态 还有这个宫廷大戏等等 说实在就民众一般的观感来讲 可能会很伤 前两年最红的叫做大明王朝 那又盖帮说 那最近呢金普聪先生呢 就对这个所谓虚假文化 又下了一个注解说 之所以会有这个科文泽现象 是因为有虚假文化 那在都在显示出来 国民党内部的一个状态 那我相信朱立伦现在当然当 这个党主席是要概括承受这一切嘛 国民党也不是没有勇士啊 今天洪秀柱这个副院长 已经都出来领表表态 他也愿意去联署 其实也是符合世界潮流啊 如果说没有人愿意承担 至少他已经出来承担了 那为何大家不就让 这个洪秀柱委员 有这样子的一个为国效力的机会呢 所以我站在一个民进党 从政党员的立场 我当然是觉得这个是国民党的家务事啊 我不便多批评 但是我对于说 宏秀柱委员副院长愿意加入这个选举 我是持正面的态度 如果说真的两大党的候选人都是女性 那个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国际宣传 到目前为止还全世界少有说 这个国家的元首或者是总理的选举 是女性对女性的 如果晋升到这个阶段呢 那表示台湾的这个民主又往前跨了一大步 所以这会常不是一个对台湾这个国家宣传的 美国也是希拉蕊要打算选总统嘛 那未来下一个阶段的这个焦点 就会有很不一样的一个呈现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国民党脱胎换骨的机会啊 好歹国民党可以产生一个女性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在还没有党主席以前 搞不好下一个阶段党主席也可能是女性啊 所以我是个人持乐观的一个态度 在看待这个事情 倒是就说朱立伦主席是不是没有放弃 在我看来他是还有 还有所这个算计啦 否则的话他不会一下子说 哎呀我5月16号再告诉你 又会一下子说我这个要先把所谓十笔 不当党产归还 要嘛就全部一起处理啊 为什么会突然又这样又那样 其实在在都还有在计算当中 所以我认为不到最后一刻 朱立伦这个主席他是不容易轻易翻牌的 当然这当中他还在希望能够有一些好的事嘛 至少我有一个朋友今天早上才告诉我 他说他很清楚的知道 朱立伦还是在做2016的准备 来请教委员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朱立伦出来参选是不是还存有那么一丝希望 虽然说他那天是对着我们的记者讲说 他不选了那再来就说 国民党是不是女性要登高一呼 你们这些男性通通都没有用都不出来选 来你本身也是女性这个女性委员 基本上我们不知道他作为一个党主席 怎么样俯选我们这些立法委员 怎么样跟总统这一举挂在一起 那相对的我也要这个 对于这个王院长这边来讲 你今天作为一个立法院的院长 你调和鼎耐在各政党之间 那非常娴熟的一个意识的一个 大家都非常的尊敬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如果你没有跟国民党的这个党的一个选举的机器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谋和的情况下 你怎么选 你也不可能孤独的走这条总统的选举路啊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像说这个蔡英文也是一样啊 他这次也不一定要当党主席啊 他声望这么高老实讲 他不当这个党主席 他一样声望不低啊 可是他还是认为说 保险一点 我就是要把党主席拿到 我想当初不也是谢长廷 好多人讲 你就放心的去选你的总统就好了嘛 所以你告诉我们 再这样告诉我们 虽然民众也认为有反应在公开的 可是事实上